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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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Eins ox 和 您 您 是的 欠儿子寻孙子 留给你这么嫁你死人的白眼狼 王八蛋 王八蛋你 佩树林 我赶紧别骗了我 别骗了我 干嘛是 爸 别别别 你打呀 爸 爸 爸 我都给你打了 我都给你打了 爸 你放我告诉你 我回来是想我就知道你怎么怒骂 你还以为 我不清楚啊 姑 你说实话不讲理 是我爸让你进这个家的 这是爸让我进的家 这是我的家 是不让他吗 我告诉你 佩树林 自打你回来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 对 就是为了这个房 对 放开我 你别什么坏手 我知道 再说一遍 你就是联合男大炮 一起威逼把血的这份衣装 放屁 我给你打了 是你 我感觉到这份衣装 是你 是你 我还要 是你 对 我 是你 你 我 这位 我 我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 爷爷之所以把你接来 让你学国际贸易管理专业 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嘛 你叔公和你姑婆从外地赶过来 可以说我们一大家的人开了一个会 把你一辈子的事都安排好了 爷爷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学生之后就不要回国了 我想你妈妈在送你离开的时候 她已经明白了 她不明白 她还指望着我学生之后 出人头地回去伺候她呢 回到她身边 那你就别想出人头地了 爷爷 原来你们早就算计好了 你们把我骗了 胡说 你说的这么难听啊 什么叫设计 什么叫欺骗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你的人 知道吗 你要记住 不单是你妈妈对你有期望 我们三个家对你有更大的期望 爷爷 我不想记得这些 因为这些不是我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看起来 你干嘛呢 大夫说他一直有病 情绪一激动 在家上累了几天没休息好 一下子病倒了 他得什么病啊 他得的是肝炎 一直瞒着我们 现在住院了 肝有病啊 他住的是传染病院 大夫在照顾他呢 呀 我得赶紧去洗洗手 妈 你多洗几遍啊 怎么办 干什么了 妈 看我哭得病 你难受啊 你爸 他才不会为你孤难过呢 你走了 爸 你奶奶的遗嘱 就是从你孤手里接过来的 我全咽肚子里 他俗心害我呢 真伤良心的 口口口口 没事吧 那个 不甘不敬吃了没病啊 你离我远点儿 大胖 你以后少来吧 嫌棄我 你不跟我装糊涂吗 哪有几个正经人 天天来这种地方呢 你就不怕被传染上 我不怕被传染上 巴不得呢 能跟你在一块 吃喝水都在一块 睁着眼闭眼都能看见你 我做梦都想这样 臭流氓 还别说啊 你冰着的手 有女人味 你再说 你再说我死了你最信不信 我信信信 我什么都信你 应了我那句话了吧 你哥是不是疯了 我真没想到 我本来想跟他说 这房子我不要了给他 我没想到这爷儿俩呀 一个比一个混蛋 当时给我气的 我真想跟他们拼命 我也是 要不是急着把你送医院 我早就跟他动手了我 大跑 你说我这病要是治好了 出了院 怎么回那个家呀 对了 对了 你还得跟我嫂子说一声 万一要是桑嫣来电话 我千万不能告诉他 我现在在医院住着 你都这样了 心还全在儿子身上 你说多大罪 他不知道 我就不想让他知道吗 大跑 我什么都不想 只要我儿子好好的 我现在就算闭了眼 心甘情愿 我 好像 桑嫣这两天该来信了 你回去的时候 到那院子看看 要是有信 你就帮我拿过来 行了 这事你都叨了好几遍了 你都叨了好几遍了 我 你都叨了好几遍了 你不可以 那个车不能停在这儿啊 请停到那个前面停车场去 你不是住院了吗 你跑回来干什么 你还不想让我进家了是吧 我就是回来看看桑嫣来信了没有 有我会让人给你烧去的 树林 来来来请我喝口水 不了嫂子 我不进去 我这病传染 你别听你哥的 来来来 这是自己家怕什么呀 听嫂子的 嫂子 嫂爷来电话了吗 她要是来电话 你跟她撒个谎 就说我上外地进货去了 跟他们人俩也说一声 不太想让她知道 那我不进去了 嫂子 我在外面等等邮差 每天的这个时候 她都来送信 要回去吧 行 放心吧 哎 谢谢 你今天偷跑出去了吧 没有啊 今天来的那个男的 是你老公啊 不是 想好的 也不是 我看 你们这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你好 那么 多 快 他 我 也 三合院拿报纸机 谢谢啊 没事 您叫裴树林吧 是我 事儿给忘了 这里有封信邮编写错了 这信三天前就到了 一直在附近转悠 谢谢 谢谢您 没事 不客气 谢谢 这笨小子 从小就那么笨 妈 走了那么久 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 你都不在家 舅妈说你现在很忙 经常在外面 没天没夜地干活 你不要没有 我在这边很好 爷爷奶奶 让我住在书工的别墅里 这儿的条件太好了 我见到了书工 姑婆他们 天天坐在他们中间 听他们聊天 感觉自己就像 另一个世界来的 我已经上学了 在狂不外遇 否则真不知道 该怎么应付那个 老挑我刺 嘲笑我口音的美国老 姥姥是不是还老咳嗽 妈 你得替我 给她多说说头 要按时让她吃药 妈 走的时候 姥姥跟我聊了很久 姥姥虽然病成那样 但是当年很多的事 都验在她的脑子里 她边讲边哭 很多的细节 都是我不知道的 她没有给你讲过吧 妈 我认评认评价 我认为非常准确 你就像母狼一样 把我养大 又生生地把我赶出去 让我自己补识 妈 我明白你的苦心 臭小子 你终于明白了 你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 我会出人头顶的 你一定会 为了你 为了爸爸 你 关于 关于 昨天 不是 你爸爸 你不是懂英文吗 我就懂几个词 三小床吃药了 姑娘 姑娘 你懂英文吗 我儿子给我从美国写了封信来 你看他刚出去 他还给我转上阳文了 我看不明白 我帮您看看 你看看 他说 关于当年爸爸的死 你接着 关于爸爸的死 我一直以为是你的责任 妈 现在我才知道 你是爱我和爸爸的 这么多年 我很自私 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我无法 无法原谅自己 没有了 你 对不起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万兵姐 万兵姐你的信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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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你 终于来了 谢谢阿姨 人家养闺女都往家里招财 我养闺女 黑好 倒贴 冰姐 你欠她的呀 她在那边 边打工边上学 每天就只睡两个小时 那你也替她招不了这急呀 你们俩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你又不是孙猴子 一个跟头翻过去就能照顾她 可是她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我不帮她谁帮她呀 要不这样吧 等以后我赚了钱 把钱还给你还不成吗 闺女 从小到大 爸往你身上砸多少钱 我心疼过吗 我指望你还我呀 你现在张嘴跟爸说还钱 这听起来心里难受啊 这吧 你把生活费都给她记下了 我能不给你钱吗 谢谢爸 还没嫁人呢 就先跟我客气了 您好 请问一下往美国汇款怎么办 到那边填单子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对不起 你 divert呀 不客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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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才了 你想什么呢 你看我过来你都没看到我 不好意思啊 又上大哥了 好了 那 看完以后 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吃法国大餐 好不好啊 行 我乐意的笑 乐意的笑 小小的红尘 认出牢 我乐意的笑 乐意的笑 你臭小子 你知道回来你 你瞧你喝成什么样 天天就知道喝点猫尿 你挣起一个大胆 你这么烧包 怎么了 我都给你打 爸 我告诉你 你打 你往这儿打 你要是打了 天大的好事就没了 你打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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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有什么好事啊 你不信是吧 妈 看座 你可 臭小子 看个屁做 说 行 我跟你说啊 我们科长今天找我谈话了 就问这院的事 不是 问咱家院子干嘛呀 他想租几间房子呢 当仓库用 哎呀 臭小子 你把房子租给别人当仓库了 咱住哪儿啊 等等 听儿子说 给多少钱呀 给多少钱 八十 爸 瞧你那点可怜的想象力 你后面加个零不行吗 八百 真的啊 订咱们家全家工资了呀 哎呀 瞧这臭小子 高兴的 哎呀 做个仓库能值那么多钱 你们公司老总有毛病吧 听儿子把话说完 就是 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人家觉着咱这个地儿吧 哎 地段特别好 这离我们那个业务点特别近 放点东西啊 用的时候拿 方便 特别方便 不是 这怎么听着 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似的 能有这好买卖 爸 那人家这天上 这馅饼就掉下来了 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爸爸 说定了 说定了 明天你就跟你们客厂说 咱租 让他们先交半年的租金 回头把这一间 这一间 全租给他们 我们一家三口 住这些 等等 这房子又不是咱自己家的 这房子又不是咱自己家的 人书联回来的怎么办 就是 爸 我姑那是个事啊 你醒着吗 啊 把我平常吃喜穿的那衣服 给我准备好 不可不可以 好 约晓风 好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男兵杰 男兵杰常用电话 谢谢阿姨 喂 咱们长话短说吧 小枫 我就预感到 你今天会给我打电话的 你等的是桑岩的电话吧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没想到 咱们之间的信任这么脆弱 小枫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问我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派桑岩来监视我 什么 他监视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记得苏红吧 我记得 他这两天到这边来演出 我看他报道以后 连夜赶到剧场来质问他 为什么当初要害你 把你往火坑里追 他说他那个公司 其实他也不摸你 他对你感到很抱歉 于是我就跟他说 我求他 帮你实现上大舞台的梦想 我有错吧 可是我现在不得不怀疑 你跟桑岩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他为什么替你跟踪我 还用最难听的话骂我 侮辱我 还从背后袭击我 打我 他肯定还给你打电话 说我背叛你了 对不对 你别乱想啊 我只是拖他去看一看你 我只是担心你啊 而且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实在受不了 我受不了他那副得意的样子 好像他是你的守护神医啊 对不起啊 小枫 我挂了 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喂 小枫 喂 南冰杰 南冰杰电话 还是你的电话 谢谢阿姨 小枫 明杰是我 桑爷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明杰我说了你别难过 你不是让我去看叶小枫吗 我见到他了 他跟 他和苏红在一起 叶小枫给你打电话了 桑爷 我还想确定一点 你是不是还打了他 还骂了他 没错 因为他太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他和苏红在一起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不问七红灶板就打人 从现在开始 我和苏小枫的事情不用你管了 我讨厌你在我们中间挑拨离剑 兵杰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你找谁呀 我我我 我找回书林哥 我找回书林 他是我哥 你让他进来吧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你坐吧 那什么 我站着说话就行了 大夫说你病怎么样 大夫说 好的差不多了 再过段时间 我就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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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冲动了 你嫂子 她狠狠骂了我一头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亲妹妹不是 我最烦大老爷们哭了 有话你就直说吧 这日子呀 真是越来越难过了 妈在的时候 还有点退休金能补贴补贴我们 妈这一走 你嫂子单位也不景气了 你大日子工作也快丢了 我这又给人看大门 小青谈了几个女朋友了 都被谈成 为什么呀 人家嫌咱家穷呗 要不说这姑娘啊 条件也不怎么高 可是咱家攒不住钱呐 你嫂子急得直上货 你大侄子急得直脑强 我都快上房接瓦了我 哥 你是来管我借钱的是吧 不能不打 你上回借给我那钱 我还没还你呢 我哪有脸再借 没事 要借钱你就说吧 这不是钱的事 书里啊 是这么回事 现在啊 天上掉下了一大馅饼 正砸你大侄子脑袋上 能不能吃 就看你一句话 天上掉馅饼 你就不怕把他脑袋砸出个坑来 是这样 他们单位领导啊 看上咱家那那钱房了 想租来当仓库用 当仓库 人家出这个书 四十啊 四百 四百 租几间啊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啊 人家想把咱家院子全租下来 我跟人家商量了半天 人家好不容易 好说歹说的 给我挤了一间小片房出来 我们这家三口就挤那小片房里 我就说你没那么好心嘛 拿着几个梨到这种地方来看我 不就是黄树狼给鸡拜年吗 说什么呢 树林 哥 妈住的那几间正房 你可以租出去 我那间 你给我留下吧 那不行啊 妹妹 人家要租 就租咱整个院子 我们一家三口都挤那小片房里 那你想过我吗 我出了院 我住哪啊 这我都替你想好了 把租金的一半拿出来给你 你拿到外面去租间房住去 两百块钱 差不多了 两百 让你拿两百 那不比登天还难了 亏你想得出来 树林 这可是比好买卖 我订金都拿了 那你租房子之前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你得征得我的同意吧 咱家那房子有我一份 反正我那间 你最好别做 要说有你了 就有你了 可要是说没有呢 你什么意思啊 裴树林 我也不跟你吵了 瞧你怪可怜的 想当年 你非要跟着桑梦招走 跟家里翻了脸 把咱爸咱妈弃成那样 你想没想过要回这家 这跟房子有关系吗 怎么就没关系 我一直不好意思 提醒你这一句话 咱爸咱妈的病 都是因为谁得的 好好想想吧你 哥呀 我现在叫你生哥 当时咱妈走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 这房我一间都不要 我都给你 看来我是想错了 我真的是想错了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房你一间都不能租 这房子是咱妈留给我和桑岩的 裴树林 我可告诉你 我算是正式通知你了 这事我没责任 这是你亲哥啊 我真的认为他不是我亲哥 快点快点快点 来 这屋子 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搬那屋去 把这些东西都搬这屋 小心点 别碰碰 慢点慢点慢点 那个 陈先生 这合同咱就给签了嘛 天儿 咱这么做合适了 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呀 怎么不合适啊 坐板上 谢谢啊 不客气 小心点啊 慢着点 慢着点 你呀 你这小狼崽子真没良心 刚出国几个月 就开始孙亲你妈来了 怕用外国话成 你妈读得明白吗 你姥姥她挺好的 妈天天给她梳头 妈呢 现在也挺忙 可不比从前了 要好好的赶找好的货园 人家才愿意买你的菜呢 你踏踏实实的在那边学 听你爷爷奶奶的话 她们呢 一准是为你好 希望你能出人头地 你还真说对了 你妈就是头女郎 郎的身子都特别棒 吃得饱 睡得香 用不着你惦记 你好好小心自己的身体 衣服谁给你洗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记得关窗户 还有 你爱喝凉水 妈听人家说 外国人都喝凉水 你可别撒着花的喝啊 小心你的胃 给你爷爷奶奶带个好 听他们的话 别乱跑啊 妈在小报上看 外国竟是拿枪抢劫的 天一黑啊 千万别出去 妈现在一个人过得挺舒服的 拉扯你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歇下了 你呢 在那边娶个媳妇 生个大胖小子 到时候 几张照片给妈看看 妈也就心脉一足了 谢谢大家